第25题下列四种装置及其处理方式中哪一种装置的线圈会发生电池感应现象 电池感应要有所谓的磁场变化才会有电池感应生成感应电流 通常的方式是让我们的磁场靠近或者是远离 那么选项A我们有一个磁铁棒迅速的靠近线圈 因此它的磁场就会发生变化 因此它就有电池感应现象 选项B有一个同棒跨近线圈 同棒并不是磁性物质 它并没有磁场 所以它靠近线圈并不会发生磁场变化 所以选项B不会有电池感应 选项C呢是有一个稳定电流的电池铁 那么磁铁棒跟电池铁都保持不动 那么因为磁铁棒跟电池铁保持不动 所以并没有互相靠近跟远离 而我们的电池铁的电流是稳定的 所产生的磁场也是稳定的 所以也没有磁场变化 所以选项C也不会有电池感应 选项诸式有一个稳定电流的线圈 还有同棒级线圈保持不动 那么这也一样 它这里的稳定的电流 所以磁场不会发生改变 而且我们的同棒跟性能都不会动 也没有互相靠近互相远离 当然同棒的靠近跟远离也不会有磁场变化 因为同棒本身并不具有磁力 所以选项诸也是错的 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 哪一种装置线圈会发生电池感应现象 我们答案选的是A Zither Harp Best 好